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来唤醒我 我好像人在睡眠中被人唤醒一样 他对我说 你看见了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一个金灯台 整个是金的 顶上有一个盆子 并有七盏灯 顶上的灯有七个灯嘴 盆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右边 一棵在左边 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我主啊 这些是什么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我主啊 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对索罗巴伯所说的话 不是倚靠权势 不是倚靠能力 而是倚靠我的灵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大善啊 你算的什么 你在索罗巴伯面前 必夷为平地 他必安放那块平顶的石头 必有欢呼的声音说 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索罗巴伯的手 垫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 也必完成这功 这样 你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 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谁藐视这日子 以为所做的是小事呢 他们看见索罗巴伯手里拿着侧锤 就必欢喜 是耶和华的这七眼 便查全地 我又再问那天使 在这灯台左右的两颗 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我又问他 在两根流出金色油的 金管子旁边的两颗 橄榄树之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我 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我主啊 我不知道 他说 这是两位受高者 是服侍全地之主的